熱騰騰的紫米鋪上玉米 撒上肉鬆 加上一根酥脆金黃的油條 一天活力開始 最重要的早餐又著落了 打開蓋子 白色蒸汽 伴隨紫米香氣突鼻而來 扎實飽滿的米飯黑得發亮 配上店家獨門研發的靈魂酸菜 顧客一個個聞香上門 紫米咬勁跟外面的一般 糯米咬勁真的是有差別 比較有咬勁的味道 低腿的味道跟紫米混合起來 我覺得是蠻喜歡 我蠻喜歡這個味道的 現點現做 顧客就愛這一味 但如果你以為這鮮豔的紫米 只能用來包飯糰 那就太沒創意囉 鐵板紫紫落相 仔細看這塊蛋餅皮的顏色 竟然是淡淡的紫色耶 超級特別 跟台灣省只有我們加油 那因為我們經過了半年 大家共同的去努力研發 那個紫米它的本身 要跟麵粉再結合 它有一定的困難度 所以我們把紫米先研磨 然後再跟麵粉調和 紫米的純樸和麵粉的細緻 衝突結合 用紫米做成的蛋餅皮 色澤美得像薰衣草又有嚼勁 手工煎兩分鐘才完成一張 辛苦研發的成果耗食又非公 但也成為店內的超人氣餐點 有得吃當然也要有得喝囉 加入黑芝麻的紫米漿營養滿分 手工煮出來口感滑潤不甜膩 為紫米主題的早晨來個完美據點 因為還有加入黑芝麻的成分在裡面 一般米漿是加花生 然後我們是就是經過多次的實驗之後 加入黑芝麻會比較不會早熱 變複刻板印象 利用營養價值高的紫米 做出美味少負擔的創意料理 抓住健康就從這裡開始 紫米蘊含的能量 也讓早餐刮起一道紫色旋風 記者林中正李逸璇桃園報導